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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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通过传统的手工种植方式 把一株株央苗插进水田中 这些耐盐碱水稻央苗 是经过几代繁育后 已经基本稳定的样本 经过今年的试验种植之后 如果各方面指标合格 繁育出来的种子 将被送往农业部审核和检验 如果通过也将作为海水稻种子 推向市场 我们在2020年达到了一个十万亩的这么一个量级 从今年开始往一百万亩上去推进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的张国栋 不仅要负责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 还要前往全国各地盐碱地试验田 进行技术交流 不过无论怎么忙 海水稻的生长情况 是他心里最牵挂的事 一有时间 他就一定下田 看看盗秧的生长发育情况 张国栋告诉我们 2017年前这片盐碱地不仅种不了庄稼 连野草都很难生长 周边这五千亩 在我们资源资源局 或者我们的土地人里都属于荒地 主要是因为这个桃园河 它当地收成两河水 它是半咸水 因为它是个入海口的水 海水是倒灌的 青岛 锦鸣黄海 有不少寸草不生的盐碱地 村民们看着心疼 曾经也试着 把盐碱地盖作塌用 后来弄得养药 还有养草的 它也不少产 产量很低 有个水质的问题 它有这个坚性 它这个寒度很大 2017年 青岛开始在部分盐碱地上 种植海水稻 此后一代代海水稻 在这里生长繁衍 张国栋也见证了一片片土地 从寸草不生的盐碱滩土 变成稻荷遍地的卧土良田 近两三年开始 我们进行这个土地的这种复耕 复耕 这五千亩当中的一大部分 已经立项 纳入了资源资源 资源厅和资源资源局的 耕地的耕地分别之内 也就是说 从咱们国土资源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片土地原来是黄底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良田 更多的试验还在继续进行 在距离上马盐碱地 稻作改良示范基地 东南方向20公里的地方 是青岛海水道研发中心的 白泥地试验基地 青岛的第一株海水道 就是在这里扎进了土壤 白泥地基地紧邻胶洲湾 从胶洲湾抽取的海水 经过适当调整后 就会被用作试验田中的灌溉水源 试验田里正忙着插秧的是 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 夏田干活的熟练程度 和农户不相上下 但他们插秧可是非常有章法的 在规定位置 插上标注着品种的地圈 然后在地圈旁边 两尺建方的水田里 均匀地插下相应品种的秧苗 每一株的间距深浅 都要做到尽可能一致 插秧结束后 还要进行水道的田间管理 和全程生育期调查 这些秧苗的单株高度产量等指标 必须不间断地测量和记录 这块央田的话 灌溉的水是千分之四的咸水 我们也是想在整个生育期 对这个品种耐烟性进行进行筛选 比如说种植120多份 它可能有几十份材料 它是不耐这个盐检的 那我们可能到年底的时候 就把它淘汰掉 那么将剩余的这些材料的话 我们明年再进行的一个筛选 每年我们这些田 都是一批一批一批的材料 一遍一遍地进行筛选 比如说这个品种 它就耐烟到千分之四 那我们就把它种植到 适合就是盐度达到千分之四的地方去种植 如果它盐度更高 我们就可以拿到盐度更高的土耳去种植 卵乙方告诉记者 海水道的研发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同一个品种的样本 在试验田里可能达到350公斤的产量 但是一旦转到其他的地块种植 产量可能只有一半不到 灌溉水源的盐度 种植区域的温度湿度锋利 土壤中各种元素的含量 都会直接影响到水道的产量和品质 再考虑台风 冰雹 干旱 红浪等 可能遭遇的气象灾害 每一个进入区域种植试验环节的品种背后 都有成百上千被淘汰的品种样本 我们现在是夏季的时候在我们青岛 然后冬季的时候我们还要到南凡去加一袋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四年要五年 然后选一出一个比较稳定好的品种 我们还要参加趋势 趋势一般还是要两到三个周期 当这个品种审量之后 我们才可以就是说是大面积退广去种植 首先就是保证它有一个产量 第二个就是耐炎性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抗病 它的抗性一定要强 结束了试验田里的劳作 科研人员还要回到实验室 检测样本的DNA区域 筛查样本各项指标是否正常 这个实验室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土壤水源样本 都需要通过检测 确定是否适合种植海水道 并研究改良方法 这也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 今年56岁的李济明研究员 2018年加入海水道研发中心 是植物遗传育种和分子生物学专家 也是最早一批 师从袁隆平院士的硕士研究生 我们楼梯是什么呢 我们的研究 第三岛前方之五 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努力到 前方之八或前方之十 这方面在努力 所以把研究提高以后 那来人就强了嘛 第二个来说呢 就是来检 因为国内来检的情况 有种的都比较少 我们现在北方几个人是检的 像荷隆江 和那个雷蒙儿 和原花博牛鱼 这是检的比较少 所以来检的一种 我现在就足弓这一条 试验期间 科研人员会不定期地有茶蝎 不过茶蝎时品尝的 并不是咖啡甜点 而是一锅锅煮好的米饭 科研人员通过品尝这些米饭 判断出海水稻的口感 这也是推广海水稻 很重要的一环 如果种出来的海水稻 不好吃 那就很难进入市场 在研发人员贫米小气的同时 一场关于海水稻市场推广 和生态挡造的视频会议 正在研发中心的一间会议室内举行 马上这个米下来了之后 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一个市场 进行推广销售 所以想跟我们这边进行一个沟通 因为今天我把我中心这边的一些人员 也都集中在一块了 包括对于这个产品原料 包括这个品质等等这些方面 看咱们这个原选公司这边 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和需求 我们中心这边来选择配合来实现 现在目前市场的扩张化非常快 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 产品供应求的这种情况 所以希望中心的话能加快原型的感染 和种植基地这种建设的速度 那在大美的产品和供货量方面的话 根本第一些 能让我们能走得更快一些 2020年 全国种植的海水稻 平均亩产400公斤以上 2021年 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已经在山东 新疆 浙江 内蒙古黑龙江 宁夏 青海等多地开展种植 预计 种植面积将达到100万亩 今年年底 将会有大约30万吨海水稻大米 摆上老百姓的餐桌 从10万亩到100万亩 海水稻迎来插秧 这片土地原来是黄底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两天 海水稻即将走上餐桌 还要迈过哪些卡 我们现在家里的 全部收费过 已经空了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一大清早 农场主邵爱徐 就忙着往农用货车上 搬运水稻央盘 这个是我们今年遇的海水稻 最后一批叫圆脸油一切 现在我们准备转菜 转好了是到地里面去离栽 这个苗 大概这次能离栽十七八亩地 地里面还有十七八亩地 邵爱徐是附近十里八村 出了名的育羊能手 周边农户的两千多亩羊苗 都是他帮着待遇的 今年邵爱徐承担了 如东县里带遇海水稻央苗的 育羊任务 这些刚刚培育出的海水稻央苗 要运到奔查镇方林肯区的 一个试验示范种植基地区 一亩大地是用种子三斤 我们残位的扎梗道 一亩地的用种量是八斤 邵爱徐告诉记者 今年他带遇的海水稻央苗 有三个品种 分别是原氏四号创优思苗 和原两优一千 其中前两个品种的央苗 就是在眼前这块水泥地上培育的 采用的是汉地御羊技术 县里面的载培站 鱼站长给我们技术指导 我们通过自己的牧鼠 在这个水泥地上 汗鱼汗碗 遇出了这个海水稻 邵爱徐说的鱼站长叫鱼永杰 是江苏如东县海水稻 试验示范种植基地的技术负责人 六月上旬和中旬 海水稻进入殃苗移栽培馆期 这也是鱼永杰和同事们 最忙碌的日子 这它的水分的含盐量 这个是新灌的水 就才灌进来的水 才灌进来的水 说明这个土壤中的盐分 还没有到这个水里面去 就是说我们灌进来的水 就是含盐量是在千分之零点六 然后这个水分在这个田里面 跟这个土壤接触时间长了以后 然后土壤反盐以后 到半晚就能达到千分之一点二 于永杰现场检测发现 三块已经移栽的稻田中 水的含盐量高低不一 这一块央田含盐量 达到了千分之1.36 稻田坝岗上泛着白花花的碱盐 这个水稻移栽下来 肯定就自然的就会死苗的 所以说这个水呢 就要定期的就要给它排掉 然后要换 就要洗盐压盐 要把这个水换掉 海水稻分裂期耐受的盐分 是千分之二 要降低水稻田的含盐量 需要定时换水 秧苗移栽后一个星期 每天上午十点左右 要将淡水灌到央苗的根部椅上 下午两三点再把水分排掉 这样才能降低田间水的盐分程度 保证水稻分裂期的健康生长 这个东西容不得半点查处 苗死了 整个一块田 我们就这种整齐度就要受影响 2020年如东首次试种海水稻 种子就来源于山东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 这里也是目前江苏省唯一的海水稻 试验示范种植基地 这片种植基地的土壤含盐量 在千分之二至千分之六之间 普通水稻无法生长 沈志荣所在的如东县 玉龙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担着海水稻基地的日常管理任务 眼下是殃苗一栽期 陪管工作丝毫不敢马虎 看看它这个苗辣比较小 如果说水稻固理不好 这个苗辣就不能撤河 它会比较固理比较好固理 为什么 它的苗比较大 只要两三年就好了 像这个海水稻它苗小 要进入到一根细节的刀 一根细节的刀 2020年 这片曾经的布毛之地 开始试验种植海水稻 2020年10月14号 这里市中的第一批耐岩水稻现场测产 母产达到802.9公斤 这让忙碌了大半年的沈志荣 十分高兴 我们卖的粮价跟我们当地的粮食价格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这个产量比较高 那么我们就有效益了 种植基地去年收获的海水稻都卖到了这家公司 在稻谷加工车间堆放着不少成品大米 但没有海水稻加工出来的大米 公司负责人顾文斌说 早在两个月前 海水稻米就已经销售一空 我们这个到去年 就是我们一共收了100多吨 同我们的加工来就是说 那个粗米粒达到70%左右 然后它的那个粗米粒 还有它的那个感官和口感都很好 我们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米呢 以前加工来就销售了 我们周边这个上海啊 南京啊 浙江啊 这周边的大城市都有的 然后我们现在家里面 全部销售过已经空了 顾文斌的办公室里 放着几款海水稻米样本 他告诉记者 与普通大米相比 海水稻大米的子粒细而长 需要专门的加工设备 他们已经投入了100多万元 购置了机器准备加大生产量 还专门请人设计了新颖的包装 主打线上销售和高端农产品市场 海水米像我们这几款呢 目前市场做的比较好的 这个看上去 从这个米看上去 从灌制度方位面看起来都很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本地方的 那个普通的那个大米 市场出产家呢 我们这四块多钱一公斤 而这个呢 我们就买了六块多钱一公斤 它的那个价格呢 基本上1.5倍差不多了 顾文斌说 很多客户购买海水稻米 主要是为了尝鲜 其实这种稻米从口感上来说 煮熟后粘性稍弱 糯性不如精道 为了让海水稻米 更适合江苏周边居民的口感 在如东的海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基地 今年又种植了三个新品种 在年轻力高产的基础上 我们又在增加了试验示范 就是说品质更好的 这种海水稻 就是稻米品质更好的 所以说我们今年呢 创风油丝苗 品质接近我们优质梗米的这个品质 在如东县海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基地 一块标志牌格外引人注目 从这块标志牌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基地不仅仅试验示范种植海水稻 还承担着一些新栽培技术的 试验示范任务 于永杰说 仅是水稻央苗的移栽期 就采用了硬地硬盘 汗语央和基叉侧身试肥等新技术 去年盐检地耐烟水稻获得高产 经常日灌夜排 在这种前行下 肥料的应用其他证则思肥技术 肥料流失比较少 海水稻在如东县目前还是试验种植阶段 种植成本略高于常规水稻 沈志荣分析后认为 主要原因是种子的价格率高 加上田间管理十分费功夫 不过如东县方陵肯区 可跟盐检地面积有4000多亩 如果都能种上海水稻 总体算下来 成本应该低于常规水稻 如果说正常种植的话 海水稻的成本应该是低 为什么呢 因为它对土地的要求不高 而且它花的用的肥 跟常规水稻的肥 是一样多 甚至可能还会少一些 因为它的分离多 分离多所以它的产量高 如果说这4000多母 全部种成水稻的话 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民以师为天 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又是一个耕地资源 十分紧缺的一个国家 足够的耕地资源 是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 海水稻具有抗盐检的特性 可以在沿海滩图 和我国西北内陆 一些盐检地里生长 在我国内陆地区 大约有15亿亩的盐检地 其中有2亿亩 是具备种植水稻的潜力的 我们希望海水稻 能够加快种植推广 为端老我们自己的饭碗 多增加一份保障 好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财经资讯 还可以下载我们央视财经的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